過年期間地勤有多忙 過年有特別條例說 那個禮拜大家是進修的 譬如說過年二月的話 一月就開始進入一個備戰模式 大家就會先套好關係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這個學姐最近怎麼對我特別好 是不是有求於我 其實過年公司有時候會幫我們準備 就是年夜飯 真的假的嗎 真的 他是把整個休息室會滿滿的就是 而且他是那種流水洗樣子 您現在收看的是關我的事 我是頻道主人關少文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芯片通知 還有不要忘了追蹤關少文的 FB IG LINE還有各大平台 正片即將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 3 2 1 哈囉大家好我是關少文 歡迎Quiz來了 嗨 今天是大年初四 初四 對呀 沒想到為我們的節目 還有過年特別節目嗎 你真的 我那個過年 我現在特別找一些全紅的衣服 你原來還是在我小房間 先生請問你的服裝有幾個嗎 我就是一個就是一個時尚穿搭的概念 他沒有在管什麼過期 保暖啦保暖 今天要聊的是職業訪談系列之 過年期間 疫情有多忙 不知道大家對於過年上班的心態是什麼 因為像我在當記者 很不爽啊 可是因為我當記者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享受過年上班 真的嗎 誰的演唱會在小巨蛋開了職場 又或者是誰特別辦了一個 什麼走春的拜年活動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的工作比較有 因為我是台北人嘛 然後我是過年期間 我不用回南部的情況下 所以其實過年上班對我來說 我反而是喜歡幫同事上班 其實是會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譬如說你可能真的住很遠 一年只回過年這一次 然後我們的台北人就是會比較有默契說 那沒關係 那就是我幫你 再來學姐學妹呢 學妹當然要主動一點 尤其是未婚的學妹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有家庭的人跟 對 你知道學姐 你就說那個我小孩過 你那家沒人顧 然後我婆婆怎麼樣 你聽了你還捨得拒絕她嗎 所以應該就通常一月左右 就要開始排班了 對 你知道每次過年的檔期很可怕 怎麼辦 這個怎麼進車子 因為公司有一個規定 就是譬如說我們可以填 就是我什麼時候要收什麼時候要修 可是過年有特別條例說 那個禮拜大家是進修的 譬如說過年二月的話 我們一月就開始進入一個備戰模式 大家就會先套好關係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這個學姐最近怎麼對我特別好 是不是有求於我 開始收咖啡啊 收點心啊 時間要到了這樣 那一個禮拜是禁止畫 頒表上的休假 就是公司不讓你換 你只能一換一 那請假的意思是什麼 扣錢 就是譬如說我當天說 那個 我不好意思 我那個生理期我要請假這種 或者是就請試假這樣 那會不會很多人的那次請假 就是過年期間大家生理期 其實就會滿集中的 就那一週很多人就是月經一起來 小年夜前幾天 就有人開始會先請假 去出國旅行 對… 所以是不是那時候 你們就會忙起來了 其實除夕跟除夕前一天 我覺得是最忙的 尤其是晚上非常呈現特別多 每個人都要去歐洲過年耶 就是很忙 那時候是忙到你就是沒有時間抬頭 那抬頭起來整片都是頭的那一種 就是它等於是大牌 整個晚上都是 從下午開始到凌晨都是 所以最巔峰的說 你們一整天這樣24小時 可以送走幾班飛機啊 就以香港為例子好了 可能因為過年還有很多加班機 可能一天正常是7班 可能會再多個3到4班 可是不是100多人那種飛機 是300 400人那種大飛機 所以一天可能至少 真的有飛到幾百班飛機 進出的話會到150 160 哇 大家最敢就是上班族嘛 我們一年就去休那一個禮拜 對 所以是不是在例如說我小年夜 我開始收假之後就把全家人帶好 半夜我就開始飛 可是會不會有一點點小麻煩 因為平常你們辦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商務人士 他們可能很清楚就可以 單純 對 或是我很清楚我哪些怎麼做 可是會不會西家在這的時候 例如說爸爸好了 他是出全家人的錢 他就收集他們的護照 可是他其實搞不清楚狀況 對 你在櫃台你一對解釋的時候 因為其實看護照一定要看到你本人 不能說就是我一個人帶五本護照來 我就是一次幫五個人 就是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數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人頭 然後一個一個對名字對照片 對了我才可以幫你翻手續 然後這時候就常常翻說 不知道時候老婆在廁所幫baby換尿布 或者是那個阿嬤坐在那行動比較不方便 可是遇到那種老人家真的是 我們他沒有辦法過來 結果我們會過去 過年其實班機都會客滿 這時候很容易出現分開做的情況 其他人你沒有辦法叫小孩子 你做到底要怎麼辦 當然當然怎麼辦 所以就是 這時候如果真的 我們在櫃台沒辦法處理 我們就會幫他做助記 因為如果大家都報到 你們就最後來 阿就真的是東南西北各一個怎麼辦 你就是只能幫他做助記 然後請他在登機門 就會請我們去幫他問其他客人 願不願意跟他換 如果真的還是沒辦法 就上飛機請空服人出 過年期間是不是建議 真的要大家提早 maybe至少三個小時都要提早 真的真的不要跟平常 對不對 人真的很多 尤其過年外面一定會排隊 不管你們有些報道 而且不只是你的這個航空 就是還有其他家 都是會人滿為了 因為你進去海關那邊 你也要排啊 操控不一樣 對 所以我看 至少一定要準備三個小時 如果你還要購物的話 要再更早一點 全家人旅行之外 你覺得過年期間 你還有什麼跟平常 比較不會遇到的事情 有點不一樣 其實過年公司 有時候會幫我們準備 就是年夜飯 真的假的啦 我發現我們公司準備 其實是算滿有誠意的 它是把整個休息室會滿滿的就是 而且它是那種 那個流水洗的樣子 那不是說這一道吃完就沒了 它可能會補啊什麼的 而且都滿豐富的 你說會有類似佛跳牆或是 也是沒有這麼高級的 可是就是年菜 就是開涼白菜啊 對 發鉤之類的東西 黏黏有餘啊 對… 然後它還會發紅包 除夕這樣一整天 最忙的時段是白天還是晚上 他們是急著飛出去 我覺得是晚餐後耶 真的假的 對 就是大家可能在家裡吃完年夜飯 就準備出門 因為我們的長城線全部都是在 比如說11點12點那個時間 飛出去 對 所以剛剛很剛好 你剛好吃完年夜飯飯都 碗都不用洗你就直接出門 怎麼可能碗都不用洗啊 碗都不用洗就直接出門 誰洗啊 後來就十幾天好了 有的時候有的會到凌晨一兩點 都還有班機在飛 因為其實那個時間飛出去 到你的目的地可能剛好是白天 就等於說這個時間大家也等於 也不會浪費一天的感覺 所以結論是過年要上早班 不要上晚班 會很忙 如果都要上班 我那一個 是一個比較不忙的 除夕忙完的時候 初一還忙嗎 還是日本初一 初一也很忙 初一也忙 對 因為很多人是晚 就是他可能去比較近的地方 他的飛機時間會在白天 他沒有辦法晚上飛 就比如說我要去日本啊 去韓國什麼的 那個時間就是可能隔天嘛 年夜飯吃完睡飽了 本來兩、三天就已經到了嘛 對 所以長程線會在除夕當天晚上 短程線都會在初一百間 因為過年期間有沒有遇到一些 比較糗的事情 譬如說 像你曾經有遇過飛機大延遲 那有沒有你在擔任地勤期間的時候 你已經有遇到飛機 因為他那個飛機 一定每一家都那麼多台 因為其實過年真的會滿容易發生 牽液法會動全身耶 就比如說早上七點的飛機 甚至影響到可能晚上八、九點的飛機 都有可能 對… 因為他出去就是會來不及回來 因為人真的太多 如果你在卡一個什麼case 譬如說行李有問題 或者有人用零食有什麼狀況啊 你可能就是連在整天 那一架飛機飛的班次都會被影響 因為那架飛機飛的班次 就是說這被延遲個半小時一小時 過去那邊又停個半小時一小時 回來這樣 晚上加起來可能是五個小時 對 然後更有朋友說 也因為這樣會影響到 他本來的登機門 會… 因為本來排好在這個位置 其實過年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會不會第一次 他們一直打一直打 對不對…怎麼辦 然後你過年期間上班 你就跟007一樣 特務 你隨時要關注就是周邊的狀況 而且你的工作一直被耿動 你可能原本做這個 可是你在吃麵吃了一半 下一秒就說 你快點快點去哪裡幫忙 因為飛機要落了的人來不及 喔 因為那邊也沒有人去接他 對 我曾經就發生過 就是我好不容易可以坐下來吃完牛肉麵 結果我麵一上就是被叫說 你趕快去哪裡 然後我就是把麵放著 就去幫忙完回來 繼續把麵吃 喔 因為臨時有飛機來了 對 因為可能我那個人還就是 原本要坐這個班階的人可能開在很遠的地方 他來不及過來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要自己先就是 就近的人先去幫忙處理 這個時候也可以感受到 你們團隊合作的那種精神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當… 我們那個單位叫做調班讀導 我覺得他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他等於是要控制全局你知道嗎 對啊 跟重要氣象台一樣 所以你說除夕除一是最忙的時候 除夕除一 除二 所以就開始領紅包啊 吃飯啊 就是聊天啊 就比較沒有那麼忙了 我們說的是明顯就是工作量會下降很多 然後初三也是 然後一直到可能大概初五的時候 可能遊客要回去 回來了 別的地方來的人要回去那種 那真的很可怕 喔 你說得出去 你說得出去 回家 或者是旅客回家 還不是說那個 他們從別的地方回來 不是 不是 是來台灣玩的人 你會發現其實台灣的觀光夜 其實滿景氣的 都問了 有這一邊 人真的很多 整個這樣過年 等於有點像是一個為打仗的狀態 很可怕 而且過年期間大家包包裡一定要放乾涼 為什麼 沒有時間吃飯 你知道我真的是很好笑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容易肚子餓的狀態 我的後面是一個黑色的包包 然後過年不是穿那個大衣場袖嗎 我真的太餓 餓到我已經暈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包包裡就是打開 我是一個身上隨時都有食物的人 我打開就會這樣子拿著袖子 然後這樣子偷偷拿一顆糖果 然後假裝 咳咳咳咳 哈哈哈哈哈哈 那偷吃糖果你知道嗎 因為太餓了 根本沒事在吃飯 好 聽起來好rush 它真的是rush來形容 過年還有特別容易發生的狀況 是做一人班機 什麼意思 就是你一個人要負責 控制整架班機 好 你知道很可怕嗎 我曾經發現過 就是一架譬如說350的飛機 它的滿載大概是300多塊4吧 356這樣子 那時候沒有人可以來救你 就一個人 你要先廣播 你還要先機內 然後你還要送資料 你還要負責登機 最後有人派人來救你的時候 你可能剩下大概10個人沒登完 其實那時候你 你是說你一個人要審完所有的護照門票 讓他們進去 然後你前面 沒錯 尋機內 對 一個人 我本人就發生過 就是親身經歷滿多次 蛤 你會覺得你很像那種八爪章魚 你知道嗎 對 很厲害耶 貴賓來的時候 你就先把機場那邊封起來 然後就先去貴賓那邊 就是貴賓一定要優先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我一定要把門先關起來 然後我才能去商務艙那邊 先讓他們通過 我再把那邊關起來 再過來這邊開門 然後再繼續這樣子 你一個人要申付很多重任 可是其實我覺得客人都能理解 因為他就是看到就是你一個人 所以他其實都不會生氣 都是可以理解 就是因為大家最終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的回家 應該是過年心情特別好吧 所以也不會亂發脾氣 我覺得有關係 大家一舊新駕帶去 而且小朋友真的都很興奮 我覺得身為一個工作好玩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要參與到他最忙碌的時候 對… 就是因為如果最忙碌的時候你都不在 你才能發現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對 真的 越忙越能踢卻 而且甚至你可以感受到說 第一個你在過年前你遇到的case會特別多 對 或是心情上也會不一樣 其實危機處理能力會變強 對 因為大家如果說 因為你一個人沒有吹喊你會迪到上一個 對 他就不會像平常你比較有那麼充裕的時間 去問別人說這個怎麼那怎麼 你得自己去想辦法處理 而且如果只有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必須真的要處理所有的事情 對 服務業的本質 他就是得服務那麼多 甚至在大家放假的時候 你就是得上班的時候 沒錯 當然有時候錢會比較多 服務業是沒有假日的 對啊 可是當然就是或許你們在回想你們工作的時候 你可以想到說最忙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試著去參與最忙的時候 而不是用逃避的那種心情 你會覺得其實當然就會覺得 哇 其實忙還是有忙得好玩對不對 忙的話我覺得是比較充實的感覺 就自從比你每天去都不知道在幹嘛好 可是你看到現在像現在這一年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去搭飛機 相對機場會相對比較冷清一點 也可能今年應該會是最冷清的一次 真的是很懷念就是鬧轟轟的機場 就是現在覺得哇 你走在一樣的路 你知道很像那個電影情節嗎 你走到一樣的路 然後會想起就播放過去的畫面 那時候是多麼的熱鬧 可是你現在走在這條路 只有裝飾陪伴你是過年的感覺 並沒有人潮 那個感覺就 你知道是因為有時候會有點 感慨 然後就酸了一下 今年過年或許大家沒辦法去到那麼遠的地方 台灣也是很好玩的啦 對啊 大家住在台灣好好玩 好好的休息 陪伴你家 陪伴你朋友 這也是或許會有不同的樂趣啦 那當然我們當然是希望疫情快點結束 就可以去更多地方的 每天可以趕快恢復往日的繁榮的機場 對啊 真的 真的 不然地形看起來都快沒什麼事要做 我們快撕鐵了吧 哈哈哈 過年其實我跟各行業 他都有他忙的事情 對 也有不忙的時候 或許大家忙的時候不一樣啦 對 可是確實在過年期間地形真的是特別忙 嗯 沒錯 所以最後就希望大家 就是如果說你們還有機會到機場的話 就是看他們有多辛苦 可以專程來機場跟地形說新年快樂 這也是一個旅遊行程啊對不對 還不錯吧 欸 機場現在滿美的 小人 很累耶 就坐機械 現在今天有狂見 好啦好啦 每天都可以抓去逛個Outlet的房間 散景Outlet 還可以去X Park 哈哈哈 滿大的 對 現在都幫你規劃好了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把握就是剩下沒有幾天的習慣 好好的休息 沖個墊一下 然後迎接全新的一年 然後給自己一個全新的開始 希望新的一年我們都會更好 再次感謝Grace 如果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發握我們兩個IG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加入觀賞的LINE的官方帳號 小老鼠K1 K1 我們下次見 掰掰